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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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第四章節 第四章節延續的第三章 上次跳舞 第四章節 先解釋經文單純解釋的部分 本性自我的出現 其實 當你出現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的無知其實是有限的 當你的無知 開始慢慢的被摧毀的時候 你就可以辨識什麼叫做無限 而且你的無限是絕對真實的 而在本性自我的展現裡 它只是展現單純的 它自己的那個樣子 是非常非常的純粹的 就好像太陽 當烏雲移開的時候 你看見太陽那麼的自然 再來說 一樣在講自我 本性自在 所以我說 自我的狀態是什麼 所以 你看我們剛剛在討論的 你必須要有比較 就是當你無知 其實你知道它是 它是有限的 它只在那個狀態裡面 而當你 當知道了這個 無知的狀態的有限 你才會 你才有辦法 可以去辨識 OK 就好像有太陽有霧 沒有太陽的時候 和有太陽的時候 那狀態完全不一樣 好接下來我們解釋內魂 同樣的想法 在我們上一個章節 第三個章節 第三個章節 我們討論到的是 嗯 我們的行動是沒有辦法 去 去摧毀和消滅 我們內在的無知 然後延續呢 它要說的 這個 這個第四章節 它要講解的 其實呢 它包含 它在說這個的概念 這一章節要說的 其實在上一個章節呢 其實也在解釋這個東西 在第四章節的比喻 也是在說這個 這樣的東西 也是在詳述 更詳述在說 為什麼行動 沒有辦法去毀滅 我們的無知 內在的無知 當呢 智慧呢 當智慧它出現的時候呢 它只是呢 單獨 可以 毀壞 無知 這個意思呢 就是意思呢 上次上一個章節說的 單單只有形式上面的行動 你看我們一直在說 行動和行動的事 是沒有意義的 單純形式上面的行動 是沒有 它其實沒有辦法 帶來任何的 任何的 任何的影響 對於你內在有任何的影響 而且它這個 這個行動 其實單純只是一個 你內在的欲望的結果而已 你想要做就做而已 它完全跟你的內在知識 就是本性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只是外在的行為 所以呢 就好像 太陽呢 它總是閃耀的在那裡 無論今天再怎麼樣外界 再怎麼樣的改變 都沒有辦法改變太陽 它是 它是光明 它是光亮的 太陽不是黑的吧 不管今天的環境 你看不到太陽 太陽它還是亮的 它還是存在在那裡 只不過你看不到 所以當我們 當呢 它永遠就閃亮的在那裡 所以呢 在這個世界 所有的季節的轉換 包括呢 烏雲短暫的隱藏了這個視野 這個閃耀的這個發光體呢 它仍然還是在那裡 太陽還是仍然在那裡 所以這個太陽比喻呢 就是我們內在的自我知識 然後當呢 這個烏雲離去了之後 當這個烏雲離去了之後 太陽呢 它就會展露出來 OK 所以它在說 這個 你的內在自我知識的狀態是這樣 所以內在本性呢 它是無限的 而在這個 這個世界呢 它其實 它有很多的屬性 很多不一樣的多元的樣貌 的展現 但是呢 它的存在其實只是非常的純粹 所以它只有一個純粹 一個非常非常純粹的屬性 那個我們做的 Brown Mount 他說我們說的 內在自我cell 大寫的Scell 自我本我 真我的狀態 它其實只是一個很單純的屬性而已 雖然它有很多很多的樣貌 而呢 但是全部全部的 全部你生命的命運的指揮者 的那個 就是讓你的生命 所有的事情的 的一些變化呢 它呢 它的主要的一個掌控者 OK 所以它掌控的就是 剛剛說的那個 那個純粹的本質 那個純粹 那個 我們說的Scell 就是大寫的本 真性 分了真我本性 但是呢 當我們 但是有一個狀態是 我們常常呢 都誤解了 所以我剛剛說 你看我們怎麼誤解 走著看 我們都以為那個行動是真的 現在已經所發生的事情是真的 所以說 我不應該做這件事情 我不應該做那件事情 你這個決定我不應該做 當你知道這樣的行動 其實它 它的存在的意義 其實只是表象而已 就是 你就不會被那個事件 而鎖住你的內在 所以我們常常 因為我們的誤解 而且呢 我們會覺得 那些事情的發生的結果 一直一直重疊 一直重疊 一直一直 一直掩蓋你的內在的狀態 所以那樣的狀態 慢慢呢 我們都會以為 我們所有的存在 我們的感自高 我們的存在那個世界上 只是 為了 其實我們都只是 在這些無知的行為 上面一直在勞動 一直在勞動 一直在勞動 我們為了只是在 這些事情在那邊 游走勞動而已 所以大家為什麼說 我們的行動是沒有辦法 這是 這是一個 這是我們對生命的 誤解的狀態 才會變成這樣子 而自我本性真我 它唯一 單獨存在的意義 它其实就好像一个照明明亮光亮的一个光源的状态一样 它的存在是为了你要借由你在给予这个生命的力量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自我的存在 而且是真实的真正的存在在那里 因此本性内在自我的状态 它是一个本性内在就是一个很闪耀的状态 它是一个如比存在 而且它展现非常非常的自然 就好像这个自然的状态就好像satch 这是天性自然的意思 然后呢它只是一个satch satch这个意思是天性自然 而且它是完全的是一个 它是一个状态就是成为它自我 它只是一个就好像大自然一样 但是我说的自然更差会大自然 就像brahmann一样 所以呢 这些这样的状态的 当你理解了这样的天生内性自然的状态的时候 你才有资格去经验真正的真理 就是说你已经跳过那个无知了 你已经知道这个行为里面 其实没有办法帮助你去解脱或理解 去理解真正的真理是什么 它只是一个行为 如果你的内心就是为什么你内境 如果不知道那个运作内在知识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行为其实是没有任何意思 是就好像我们在做很多行为为了取悦他人 取悦他人之后呢 你真的可以帮助他人当下 但是有时候当下你做这个行为之后 你其实是会帮助那一个人更模糊在他现在的状态 我们常在行为之后 我现在给你什么给你什么 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 我说我们就会 我们一直在给予的时候 你没有给 我反而是剥夺别人可以学习自我提升的机会 所以有时候在给予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那个东西是短暂的时候 你给不给 对他的量子的帮助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时候 其实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的行动里面 就是无知行动是没有办法毁坏无知的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 很多事情的移动 不会因为我们的行动而改变 真正的你真的要去理解整个生命它的流 OK 还有说整个宇宙天心自然 很多事情会带着你走 OK 所以当你慢慢的把你的生命 你知道你是一个生命是一个元素 它自然会流动在一个状态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行动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你想要控制 有没有去思考过 因为是我们内心想要控制 就像说你做了这个行为 哇 我有安全感 但是这个安全感是当下 之后安全感还是离开 还是消失 所以你其实在做这些事 你一直安全感还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当你没有做这个行为的时候 你安全感还是消失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还是恐惧的 你还是没有解除这个安全感的问题 OK 所以你发现你一直在重复做的事情 但是很深层的对你的生命 你看就是为什么 就是有时候你一直在依靠一个东西的时候 而不是你本体里面产生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到了真的那一刻 这些物体事件都不见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太依靠那些事情了 你一直在控制行事的样子 为了支持让你当下现在的安全感 而不是这件事情本身就要发生 这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当你在掌控的时候 我之前讲过说 那掌控的状态是 你抓住掌控的状态 你没有让神 你其实你也漏掉了很多 很多东西 其实你是可以拥有的 当你知道你不是掌控的时候 你只是在那个空气 你是一个在一个自然的状态里面 共同的在流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自己其实是体验很多的事情 但是慢慢的在里面 你在说 本性自我知识的这些事情 慢慢你就知道你不用掌控 你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你只是一个元素 你不要去 你不需要去控制 你只是让你说 你身体成为身体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把身体跟头脑连在一起 我们不要把 我们不需要连结说 那个人这样子对我 然后他是针对我 如果你可以分清楚 那只是他的行为 那只是他的心的状态 那只是他当下的感觉 然后结束就没了 如果你可以分得很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这个行为 无知放在心里面震荡很久 变成你的 你的一个记忆的一部分 变成你 就是我们都把那个东西 抓回来变成自己的 但是如果你理解的话 你就会把它 你会理解 你就要拥有的knowledge 你就会知道这个个别性在哪里 并不是我们故意切割 而是我们理解身体是一个物质 你的心智也是一个物质 智力的能力也是一个物质 它全部都是物质世界 跟你的衣服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样子 它是很精密的 它的样子很粗糙的 所以一个很聪明的人 很笨的人都一样 它只是一个物质 它只是一个material的世界 所以让它那个物质 成为那个物质原本的状态 OK 第八章刚好可以理解 我们再说的这个 完全是可以记在一起的 你就会比较更理解这个状态 而当你慢慢的理解 satchi 它是一个天然 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的时候 只是让它 它是藉由成为它自己 就是只是 只是它自己的那个状态而已 而这样的状态的人呢 其实它有资格去 是惊艳真正的真理 而这样的状态呢 你会发现 你会不会依附在任何的事情 你不会依附任何的物件 在这个外在世界 最后一句也讲得很好 当你理解这件事情 都是单独单独的时候 你慢慢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去依附 去执着 在某一个物件上 或是某一个心理情绪上 或是某件事情的发生 然后 比如说有人 让我受伤了 那个伤不在 如果你理解那个东西是 OK 情绪只是一个quality OK 其实为什么 就是我们那一天在讲说 我不是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 不是我 必须要慢慢慢慢的去理解身体 它只是一个 就好像一个杯子一样 杯子如果它破掉的话 它就破掉 杯子不会说 哎哟我碎掉了 我就是被肢解了 它只是 它只是 只是 它只是一个玻璃的元素 只是散掉而已 它还是没有改变 但是是因为人给它定义 它是杯子 它是漂亮的 然后杯子不会说 我好漂亮哦 我的杯子闪闪八光 可以做什么做什么 杯子不会这样的说的 所以我们人的身体 我们头脑 有时候就是 太过于去定义事情 所以说 我的身体很漂亮 我身体又变这样 我没有身体会怎么样 我把全部东西都连在一起 以为这些东西是真的 但是最原始的 它只是一个杯子而已 它只是一个玻璃 透明的东西 或者更早的 它只是一个杯子的元素 其实它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意义 它只是自然的存在 就好像我们上次说的 它只是一个 好像一个 一个宇宙最早的 Brown moon的一个本质 就好像一个根基一样 你的一个品质 一个土地的根基 最底层的一个本质而已 OK 好 所以这是第四篇 谢谢大家